因為礦物粉流行很久 相信大家都有聽過 但整個妝容都以礦物粉來說 應該很少看到和很少看到 對, 我真的沒見過 所以今天也很想看看 會有什麼好處 好… Juli, 一邊快一邊跟我們講解吧 好…沒問題 首先, 這個濃度粉非常易用 初學者也對 只要拿了粉底在手上 在面部打圈上 對 而且它的好處是 平時用濕粉 大家會怕一刀很厚 但這個濃度粉 它可以一層一層慢慢加上去 加到你覺得適合是你自己滿意為止 很不錯的 所以非常易控制和滋潤 我看它的適合也不錯 因為我沒想過粉狀可以做到粉底 即是說是否不用用粉底 直接上這個粉就行了 對, 現在你看到我也是直接打圈上 其實更好 我們省下碎粉的部分 因為通常人們塗完防曬才上粉底 對 但我們上完粉底之後 現在做了一個防曬 我們將防曬輕輕掃上臉 它也會做到50度防曬的效果 化完這個粉底之後 所以我們繼續給甜美的氣色 好… 對, 所以第一… 它對眼睛真的很會說 對 甜美的氣色非常簡單 也是用這個濕水粉 我們在中間這個位置 是胭脂 對 掃上去, 其實已經有甜美的妝效 因為它本身的面型已經很漂亮 所以我們不需要刻意去修飾 所以我們上個位置 都是在眼珠對落這個中間 輕輕地塗上去 其實已經完成了 所以現在來說 我們也是用一個 霸物粉做的眼影 慢慢推開 其實它已經有了一個 肌色很簡單的眼影 很快就拿了一個 礦物粉的眼影 然後慢慢把它塗鬆 就已經做到眼的輪廓 對, 看到現在眼影下的位置 其實也是貼在雙眼皮的位置 沒有再塗高它 對, 因為本身眼影的位置 其實它下雙眼皮這個摺 其實已經顯得眼的輪廓 以及有神的效果 其實已經出來了 明白 好, 已經完成了眼妝了 很漂亮 更簡單已經令眼睛很有神 對 那會否再加點眼線的位置 眼線也可以 粉狀也會有眉粉和眼線 也可以用同一個粉末 也是用粉末? 深色一點 然後用斜頭掃就當成眼線, 是嗎? 對, 非常聰明 很專業的粉末 很專業… 對, 非常專業 你看到我都真的中了 這個粉末, 如果不夠濃 然後可以自己一起慢慢加上去 對 那不會讓那些… 好像我的粗心大意的人 有時一下子就已經… 糟了, 畫了一個很粗的眼線 回不了頭, 又要擦過去 對, 而且本身這個妝 會比較柔軟和柔柔 所以眼線的顏色也不需要太實色 像涼滑的眼線那麼黑 明白 但已經有效果了 對… 最主要是因為… 因為大家的追求對於化妝品 越來越高要求 對 而且大家都是快 現在越來越快 所以來說, 這些產品方便很多 對 對於我有時出門口 即是趕時間 我都喜歡打圈掃一層 就已經可以出門口了 基本上完成了 我們薄薄塗一層這個潤唇膏 就已經完成了我們今天的妝容了 謝謝Juli Vinus, 看看你喜歡這個妝容 我很喜歡這個妝容 因為我本身也喜歡自然 或者是透感的妝容 我平時可能進入不同的劇集 節目都會試過很多 但通常都是膠口, 因為上鏡 是 所以我覺得這個適合我的口味 是